比较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 就是边自己做东西 边自己用 然后就时间自由地把控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来我们这里学习了 2023年至今 我们就共接待了 285个研学团队 约2.3万人次 今年暑期淘一班 最高达到了100人左右 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玩涂艺 涂艺製作工作室里人气十足 很多年轻的朋友 正在体验涂艺製作的乐趣 这位四年级的小朋友就在拉胚 虽然偶尔也会有拉歪的时候 但看得出一个花瓶即将成型 每一支架,它就是一个椭圆 变形了,对吗?对 对,你的手尽量保持稳定 控制好它,你看 它这盘也是跟着你的手转 只要我很惊奇的是这种这么一块 从一开始那么一块一小坨的泥巴 然后居然能做成这么一个很漂亮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有时间也还想过 我也想让它接触来 从小就开始有接触到这些 我也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国内的东西商品 可以在国外销售 就是我们国家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文化 这样才有市场 佛山图换,剪子,粤剧,农剧 龙舟等优秀领蓝传统文化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除了肚瓷 剪子也是佛山的另一张文化名片 好像这个我们穿了出来之后 手很重要,好像蓝花纸 这个中指托着,顶着剪刀尖 这一天,姚宝莲就迎来了一批新的学员 她正在指导学员剪子 学员一剪一刻 每一个动作都是有板有眼 同作剪子是佛山独有的剪子艺术品种 始于原末名初 距离现在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很多游客都慕名而来 近十几年来,工作室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 学员有来自国内的 也有来自泰国、俄罗斯、墨西哥等多个国家 这个地方是一把剪刀一张红纸 可以剪出不一样的造型 我觉得这种剪纸飞翼文化可以博大精深 佛山的剪子有一千多年的文化了 是中国四大名阵之一 我作为一个佛山剪子的传承人 我是担负着责任和任务 去将我们优秀的佛山剪子的 南派剪子的一个最具有特色的 传播去全国,甚至全世界 在佛山还可以到香云沙丝绸博物馆 体验炎步迟沙 坐在万福台下 听一首经典的粤剧大戏 走入一间随着可见的武术馆 耍一下佛山功夫 越来越多的大湾区青年 喜欢来这里吸取文化养分 感受文化魅力 共同见证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